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人生尺度最大的那一次是什麼時候 我啊 對 我就是 你戲劇系畢業的喔 然後你闖蕩漿湖已經40年了 對 就有一次在長城邊演戲嘛 朱導演 長城邊喔 一石二鳥 你也是很猛耶 對啊 你很猛耶 然後這個朱導演他有一種魅力 他講話有這murmur 是不是 朱憲 你跟他講好不好 來…他先躺好… 對 衣服拉開來看 拉開 拉開… 一見面就拉開喔 對 然後我打開 再開一點…再開… 越開… 開到肚臍眼都出來了 但你OK啊 男生嘛 沒關係啦 OK… OK 這沒有 因為長城邊很冷你知道嗎 只有兩度 三度左右 真的 原來有一幕戲 在奢望說女主角鋪到你身上 然後用臉在那裡一直秤 然後看來一直填膩的 全部是身體 天啊 這是你跟導演串通好的吧 沒有串通 絕對有 我跟你講 我們下流是在戲外 對 明明都不可能 那戲內你怎麼可能嘛 這樣很容易被抓嘛 就躺好了 我說要幹嘛這樣 女主要就來了 女主要是誰你知道 誰 媽 誰 林心如 真的 什麼 Rose Mama耶 對啊 我跟你講 我就在那種 感覺一切都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已經被奪走了 真的 這個就是我最… 不明不白耶 對 然後要彈胸漏背這樣的 對 然後就說大家好這樣子 平常比如說我們打赤膊或幹嘛 這個都沒問題 沒問題 但是在那個情況底下 有一點不知情 那個回到那個住的地方 晚上睡不早 心情 承轉扁眠 對 真希望這一切是真的 討厭 不要這樣 來啦 他們都在我們藝能界裡面 這個 入行最久的就有十年啦 對 都是很新 大家都很新 差不多 演藝事業不容易 真的 然後有十分努力 不一定有一份成就 對… 這就是一個很奇特的環境 這行當也就這樣 像憲哥在這個行業裡面 快三十幾年 四十 如果連唱民歌時代 那當然四十幾年了 對啊 你看 歲月不帶人耶 好可怕 他現在已經高齡六十了耶 對 要不出來耶 看起來比辯慶華年輕啊 沒有 辯慶華沒有那麼老 沒有那麼入行七年的辯慶華 文明貼圖是什麼 文明貼圖 文明貼圖 好 為了正面全裸的戲份 請健身 特殊化妝時間長達六小時 這什麼 拍這個 這個時候是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然後那角色是一個 樓道隊的隊長 然後身材又很好 他那個劇有點像是那個 玩命 那個什麼 決命終結戰 你的同伴會莫名其妙 一直死掉這樣子 OK… 不知不覺就死掉 然後那時候 我剛好那個角色就是 氣氛也沒有到很多 但是他的特效化妝 卻要化超久的 為了這個 天啊 好噁喔 這個戲是那時候在 我那時候剛好在洗澡 然後洗完澡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很焦慮 然後在抽煙 然後那個煙就掉垃圾桶 然後垃圾桶燒起來 然後那個燒起來 那個火就打到電風扇 然後電風扇就爆掉 然後插到我的臉上 我就死掉了 對 我就為了這個戲 然後努力健身一年 然後這個戲大概才 真正在拍的時候 大概就兩個小時吧 但我化妝就花了六個小時 這是恐怖劇就對了啦 對啦 你要誇張一點 這個特殊化妝沒有辦法啦 對啊 要化成這樣 以前在那個無錫 我有拍的古裝劇嘛 我的媽呀 男主角 然後那個要戴頭套 古裝的… 那個我跟你講要戴之前 感覺好像要戴一個枷鎖在身上 對 就像那個孫悟空的頭套 然後就要到那當天晚上 12點多 1點多 早上6點到晚上12點了 這當中幾個鐘頭 18個鐘頭過去了 18個鐘頭你知道嗎 戴了一個假頭皮在裡面 在癢的時候 像萬隻螞蟻在爬 無錫那個天熱的時候快40度 熱到快瘋了 然後又要演戲又幹嘛 又癢幹嘛那個 拍戲辛苦 一定是的 而且那隻頭套 他整張臉要化電波在插電 那還不就是為了要 必須要留住一個 對 但是我們就是為了藝術犧牲 對… 對 為了藝術然後把藝術做好 看看我們十年的秋思琴 琴玉璽與對手演員默契佳 拍攝當下太緊張 只好先喝喝再上 來 對手是誰 正人數 我們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